各位弟兄姐妹 晚安 今天我们在玩岛的时候 我想我们心里都松了一口气 因为大台风远离而去了 没有造成什么特别大的灾害 真是感谢神 我们前几天为这个事情祷告 我们相信神已经垂听 那么当这种天然灾害的威胁来到 包括疫情 我们心中难免都会有担忧 不过菲律比书四章六节这样说 应当一无挂虑 应当一无挂虑的将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 那么神在耶稣基督里面 就要保守我们的心灵平安 相信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教导 的确是可以在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之中 去实践 去体验的 求主带领 我们这一次一起的体验 愿主 继续引领我们在这个共同信仰体验的过程里面 看见主继继续做工 当然教会还有好多事情 我们都需要用祷告来 拨住的 这个疫情的发展到底如何呢 那么教会聚会的方式到底如何了 人数的限制到底如何了 这些好多好多都不是今天你跟我能够确实知道 都在为之之中 但是在神没有为之的事情 神都知道 因此我们来到主面前 祈求主 让我们有预备 让我们尽力的准备自己 然后也求神为我们开路 今天晚上我们就继续来同行祷告 谢谢主的恩典 让我们看见 你是掌管大自然的主 带领这个台风离开 带领台湾没有受到特别的灾害 我们感恩 愿主继续眷顾保守 在每一件事情上 让我们经历主是听祷告的主 也让我们再次体验 你是要我们心中义无挂虑 来到主的面前 祈求祷告 愿主将我们的重担拿去 让我们将重担卸在祢面前 背负祢的恶的时候 我们的心灵有主的平安 谢谢主的恩典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今晚就愿主赐给大家 一个平安的晚上 让我们的心灵再次与主联合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